好,大家好,我们今天来讲解一个卦,这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,我今天连续测了两个卦,这两个卦呢都是问工作,但是两个人工作不一样,一个人呢他是属于做顾问,做咨询顾问的这种性质,另外一个人呢是属于在办公室里面做行政秘书的这种性质,结果两个人竟然测到同样的一个卦, 好,那我们来看看,同样的一个卦,他用在不同的工作上,他的解释是什么,好,首先我们在学六腰卦,第一件事情要先学会强弱,强弱是一个卦的关键,那么很多人在看卦的时候他不看强弱,他就直接看哦,那个六兽,看四腰吃白虎,四腰吃财,那这种就是不会看卦, 这样子看卦就完蛋了,看卦首先要先看强弱,所以这个卦最强的谣在哪边,这个卦最强的谣,陈日虚,所以这个虚肯定是一个强的谣,而且陈虚相冲,这个虚他会产生暗动,好,暗动之后他会来生关鬼, 所以陈日,财官都很旺,好,那么我们就来问,第一个,财官旺,代表什么意思? 财官旺是不是代表,工资很高,地位很高,职位很高呢? 那我们首先要先来看,财官旺了,那其他的地方是否能够搭配? 这个卦很有趣的是,他显示出五空王,这个空王很有意思哦,这个空王他代表什么? 因为这个五是财的元神,所以我现在告诉各位的重点是,第二点是元神有多重要? 在普世正宗里面有说到,元神,元神无力,胜过于用神无力,当你的元神无力的时候,就代表着用神得不到支持,好,所以这个卦虽然还是侧工作,但是工作的主体,官轨代表是这个职位本身, 而财调代表是你的工作项目,这个如果你们学过八字,你们就会了解为什么财调代表本身工作的项目,好,那我在这边我就不多说,这个财调有力,官调有力,好,那么士调持财,财动了去升官,但是子孙调空王,好,财项目没有来源,这个如何解释? 好,所以,第一个卦,第一个客户,他问的是,他现在做的是一个咨询工作,咨询管理顾问的工作,那我就跟他说,来,你现在是不是领导给你很大的业绩压力,好,他说对,没有错,这个财就是代表那个业绩压力, 而且他又是吃白虎,所以更是强化了这个压力本身有多重,那其次,你的这个业绩压力会给你带来工作上的生存压力, 尤其是官鬼藤蛇幽翠银,好,这个如果你们读过黄金册,应该会读过这一句话,所以很大的,这个卦其实财旺官旺,它代表的是什么,它代表的其实是烦恼大, 它代表的烦恼很多,压力大,哦,而不是代表钱多官大哦,所以学卦哦,我就学一个六爺卦,不是说网路上看看资料,自己看看书就能学会,有很多你是需要老师来指导你的,那老师为什么会,因为老师看过了上千个卦,上万个卦, 好,那我们学会了一件事情,就是说,从很多很多的卦,很多很多例子中,你会得到一个重点,就是说,卦的重点在于卦的逻辑性,哦,卦的逻辑性,你一定要先找出来,而不是死记硬套那些,卦的逻辑性一定要找出来,不是去死记硬套一些公式,好,所以, 所以,财官旺这里反而是代表烦恼多压力大哦,好,但是原神空王会怎么样,原神空王代表,你的财,没有来源, 你的财,没有来源会怎么样,财就是你的项目,所以,公司领导给你很大的压力,我们如何知道公司领导给压力,因为是成来重许,使他逗,成是谁,成就是应谣,对不对,所以公司领导给你很大的业绩压力, 你做不到,你就会压力很大,但是是不是做,是不是真的做不到,当然做不到,因为财无来源,所以你不要看到财官旺就觉得工作很好,赚大钱不是,原神无力,对不起,找不到项目,好,那领导就告诉你啦,我现在不管你,好,你就想办法去给我找出项目来,找不到项目, 那你就自己看着办,好,那么,他当然压力就很大,那我们来看,他有没有可能找得到项目,那就要等到这个五出空,对不对,他空王,我们要等他出空,但是他出空什么时候,五月可以出空嘛,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讲说你在五月的时候,可以找到项目,好,OK,但是找到项目之后呢,明年,泰年会怎么样, 克这个五,对不对,后年子年也会克这个五,甚至我们也可以说,到了深有月,观望起来,这个子力量还是不够,好,所以这个工作真的就是会做不下去啦,好,那至于这里画出害父母,我觉得这一点就可以不用管他了,一个挂里面并不一定每个窑都一定要做分析,你要把它整体逻辑性找出来,好, 你这个挂这种解释清楚,那么,第二个客户又测到完全一样的挂,他是一个行政秘书,他说有个新领导要来了,这个新领导来了,对我会有什么影响,那同样的,这个应谣代表就是什么,就是新的领导,对不对, 这个,这个,这个层代表就是新的领导,好,那这个新的领导一样,给压力,给压力,叫他自己去找事情做哦,也就是说,这个领导他是做开放式管理, 他做的是一种开放式管理,比较洋派的做法,哦,我呢,我也不会告诉你你该做什么工作,反正你想做什么,你觉得你该做什么,你就去做, 然后做了之后,我来看你的成果,结果呢,所以当然会有一些项目的压力啦,哎,你要有项目,你要必须拿出成果出来嘛,对不对, 所以,这个,这个就是你需要拿出来的成果,结果呢,这个,要拿这个成果出来,但会形成压力, 而且关鬼要用话,进神,结果原神,空王,代表说,你根本找不到事情做,你自己的主动性不够,激情性不够, 因为有些人,他的性格就比较适合在本土公司做,哦,上面规定好好的,你就是做这个,做这个,做这个, 但有些人,他的性格比较适合开放式的,所以,你把一个,哦,比较死板的人,比较愿意听老板话的人, 放在一个比较开放式管理的公司,那就会出问题,因为他自己会找不到事情做, 所以这个过来就反映出,他会有这个情况发生,好,所以,来,今天我们做个总结, 今天,我们要讲的一个几个重点,第一个就是说,关鬼旺,财关旺并不代表, 并不一定代表,钱多关多,关大,哦,他有很多条件, 有时候反而是代表烦恼跟压力,至于怎么判断,你要学会去看挂的逻辑性, 哦,挂的逻辑性,你要找出来,你才知道财关旺,代表的是, 钱多关大,还是代表烦恼多压力大,这是第一点, 第二点是,你一定要注意到原神这件事情的重要性, 哦,原神空王,你的财就没有圆,哦,你的原神空王, 用神没有根源的时候,就要注意,那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, 那怎么去解释,你要看这整个的逻辑性,哦,所以, 要怎么学会挂的逻辑性,就要多练习,多看挂,那么, 有兴趣的话,在我的六摇神挂课程中,中高阶,用了相当多的挂力, 我的六摇神挂的课程,不同于其他老师的课程, 重点是在于,其他老师的课程,着重于六摇神挂的条纹, 他会给你一堆条纹,如果你看到财望就怎么样, 是摇吃财就怎么样,然后你会发现, 你把这逻辑套进去挂里面,你通通都解不出来, 而我的课程,着重的是逻辑, 如果你能够把逻辑解出来,你才能看得出挂的各种变化, 好,那么,有兴趣的话,欢迎参加我的课程, 谢谢大家, 感谢观看,